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他结婚之后对你是笑得更多了 还是对你凶了 凶 对过硬彩给那个小春打电话 今天我们拍一个剧嘛 一天跟他对戏 那天正好不知道陈小春什么事惹了他 我站得很近跟他对戏 他都没跟我对 一直在打电话 等一下 应该不接我的电话 大概是这意思 洗澡 洗澡也应该带电话啊 我当时 哇 这女的真的 吃饭的时候嘴巴一直呱唧呱唧 出声音怎么办 就是用声音呱唧回去 如果比如说有一个 你们俩一起在街上走 有一个女生过去 然后她偷瞄了一下 多看了几眼 我们就有习惯对不起 我们小春跟彩儿这两个都是个性 非常强烈的人在一起 一定是找到一个最好的磨合方